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外地带上近期当红轻工具演习攻略语如意转的话题 在本季时装周中一场火热 在伦敦皇家圣詹姆斯区的新国家主义兰开斯特庄园里 一场轻工大秀正在展开 32岁的Zimmel Roker身上有着香港人的血统 13岁起便和他的父亲 设计师John Rothschild一起在工作室里学习编织缝绵 而后在时尚界传奇人物Louise Wilson的指导 下在英国伦敦圣马丁时装学院获得了设计术士学位 成为Alexander McQueen, Fideffilo, Slade 原设计师和Yvonne Baleano的同门师位 被视为这次伦敦时装周上不容小区的设计师新星 Zimmel Roker自2010年起在伦敦时装周上 首次推出自己的品牌 此后赢得了三项英国时尚大奖 把店铺开到了伦敦和纽约 也收获了好莱坞明星包括 Elon Anderson,朱利安摩尔和雷哈勒在内的名人粉丝群 他的设计作品有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美感 宽大的喇巴裙和泡泡袖 幼容于珍珠、肩带、面纱、透明印纱和蕾丝等细节 看起来就像东国林出生的伦敦人 穿着平蓬松鞋像女王一样走秀 然而Roker本系的灵感不是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 而是来自他的祖籍血统中国 他在秀后的采访中说 我是半个中国人 我看着我血液中的那一半血统 我是他们的一份子 我决定反映这一点 然而他选择的朝代其实是唐朝 他并没有看过任何的轻工具 不知道自己竟然无意中撞上了另一股潮流 这些画作是16世纪古董市场的女性肖像复制品 Roker解释道 我在香港的一个古董市场上 发现了这些画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画了自己的画 并将它们印在了衣服上 如果你还在迟疑这些侍女图 是不是来自唐朝年节 那么以下这几个裙装 能让你确定是哪个年代 看起来是不是当年大热的五妹娘定制裙装 所以与其说灵感源自清代宫斗剧 不如说是唐朝宫斗剧 就连着发型与妆容都参考 自中国唐代侍女 化妆师萨姆布莱登特 创造的唐朝侍女装主要用的闪粉 保持模特妆容整体干净的前提下 根据模特们的肤色用到了金色 银色和莓果色的闪亮眼女 也就仅此而已 中国隋唐时期还流行红服女那样的江湖侠女 这个混血儿设计师也没放过这个最能展示女性主义的题材 他用上了蕾丝或面纱覆盖的连衣裙 这个系列运用了大量的薄纱刺绣花朵 并加上它最熟悉的维多利亚时代氛围皱折 于是你看到了厚重的花朵紧端制成的圆形袖子和黑色面纱笼罩的连衣裙 薄纱连衣裙盛开着红色和白色的花朵 是以东方位元素 但又透着浓浓的维多利亚主义 确实是传奇一般的作品